前段时间有几个小伙伴给我留言 说他们对畅网家的X86的小主机非常感兴趣 问我能不能出一期视频给大家说一下 碰巧我们就说到了他们家的这两个产品 这期视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畅网家的N3050跟Go425这两款小主机 在OpenWrt下的表现究竟怎么样 好了咱们闲话不多说 马上操练起来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包装 采刻的包装相对比较简约 打开之后是一个机器的本体 接下来是一个12V3A的电源的适配器 一根SATA线跟一根专用的供电线 这次的两个小主机都采用了一样的外壳 整体的大小就只有8张大小 体积减少的同时 它的散热面积却肉眼可见的增加了 那么重量足足有400多克 整体的用料还是非常的扎实的 除了准系统的版本之外 它们俩还有另外的两个开发的版本 属于开放式的散热 同时价格也会更低 长得就像一个小板凳一样 比较适合那些追求极致性价比 甚至是价格的小伙伴 由于这两个型号使用的模板 外壳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外观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正面一个DC电源的接口 Go325使用了英特尔的IR6V的网卡 那N3050是两个千兆的网口 使用的是螃蟹夹的8111的网卡 两个USB3.0的接口 一个HTMI1.4的接口 跟一个开机的电源按键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Go325的版本 这里面还多了一个Reset的按键 取下斯科罗斯我们就可以打开它的盖板 我们可以看到Go325这里有一个NVMEX4的插槽 旁边是一个最大支持16G的DDR4的内存插槽 而3050则是一个DDR3的内存插槽 和一个Mθ的插槽 和一个θ3.0的接口 CPU核心方面两个都属于赛阳的处理器 Go325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在这我们就不多赘述了 如果有想了解这款CPU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我这一期的视频 3050是2015年Q1季度发布的 14纳米工艺主打移动产品 两核两核心 TDP功耗6W N3050的基础频率是1.6GHz 最高是2.16GHz 最高支持8G 1600的DDR3的内存 支持AES新指令级 英特尔虚拟化VT-X 但是不支持VT-D 由于这两款小主级的用户 大概率不会装Windows 那我们在这就直接进行OpenWrt的测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OpenWrt常用的 加密算法的成绩表现 在同样的系统跟测试条件下 我们分别测试了Go425跟3050 那我们的老朋友Go425的跑分 还是像以往一样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暂停看一下 在这我们着重看一下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N3050 首先是AES88494分 接下来是XX20 是70656分 最后是Chromemark 15666分 在测试的时候 CPU最高可以保持在8W左右的功耗 示范28度 我们记录了一下两台设备待机时间 待机24小时 两台设备的CPU平均是在40度左右 那功耗维持在5W左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网络测速 Go425的网络测速 都是可以跑满千兆的带宽的 CPU的使用率最高也是在23%左右 那这个速度依旧稳健 千兆根本不在话下 由于N3050是无法识别到我们的2.5G网卡 那我们把网线就直接接到了主板上 那主板的网卡是英特尔的R219V 基础网络广能电信1000兆 下载是572 上传是124 CPU最高使用率已经达到了78%左右 基本已经到极限了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iPUB3的传输速度 首先是3050 测试电脑是MacOS 11.6 网卡是英特尔的i219 测试机发送数据软路由接收932兆 使用-R参数软路由发送数据 测试机接收932兆 接下来我们使用钢皮10多线程数据传输 测试机发送921兆 使用-R参数软路由发送918兆 这个速度对于螃蟹家的网卡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表现了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Goal C25网孔传输的表现 本次我们测试的Goal C25 已经升级到了i226V的网卡 我们在软路由上打开iPUB3服务端 在我们的电脑上运行客户端 这里测试电脑系统为MagOS 11.6 网卡使用的TP-Link 2.5G的网卡 测试机发送数据软路由接收2.36G 使用-R参数软路由发送数据 测试机接收2.35G 接下来我们使用-P10多线程数据传输 测试机发送数据2.39G 使用-R参数软路由发送数据2.35G 整体来说这块网卡的速度跟稳定度 相比225的网卡还是略胜一筹的 好总结在这几天的使用中 那么这两台小主机的表现 还算是非常的不错的 对于CPU的低功耗 整体的带机表现都是在6W左右 虽然它们都缩小了体积 但是外壳的散热方面 相比传统的公模的这种外壳 还是有不小的提升的 开机一整天摸上去 也只是有一点温热的感觉 那C25的主板上的MSATA已经升级到了M.2x4的接口 相对比较尴尬的是 它们采用了2242的这个长度 另外一个就是在缩小体积的同时 那么也牺牲了两个网口的位置 那么如果再能多一个网口 那么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更新的玩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3050这个CPU 整体的性能其实相对比较缠弱 适合家里宽带在500M以内出入软路由的 或者是长鲜的一些小伙伴 那么低廉的价格跟X6的兼容性 也是它最大的有势 当然但是最基础的 它也是可以满足基本家庭的网络需要的 2022年的下半年的小主机市场 卷的是越发的疯狂 英特尔跟AMD家的新CPU 也是悉数的登场 最近的金水准备了一期 双11的选购指南的节目 有哪些想看的呢 大家欢迎给我留言 好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软路由的时候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或转发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麻烦大家给个三列 YouTube小伙伴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选择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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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